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安裝ERGOTRON HX Monitor Arm 和Samsung G9的心得 在ERGOTRON HX內 會跟了幾套不同的螺絲 分別是M4 普通的電腦螺絲 都會跟一些M4 或者用M4的螺絲 開始會看到一些其他尺寸 例如M5、M6 甚至M8 這些是類似電視的螺絲 有時都會用其他尺寸的螺絲 另外這個長ERGOTRON HX 會把100mm x 100mm 變成200 x 200mm 這一節的螺絲 就是薄到螺絲的螺絲 而這一節是一個 做延伸和螺絲管理的位置 稍後線就可以收到裡面了 最後就是底座 把它夾到桌子的邊 但有時可能有各種原因 可能桌子底有些東西頂住 或者它是要收到一個洞裡 這個另外會跟了一個Gromat Kit 大概需要那個洞的大小 就像這個螺絲 這個螺絲心穿過就可以安裝 現在安裝了螺絲的螺絲 現在安裝了螺絲的螺絲 我們扭緊它一點 就可以防止螺絲的螺絲的螺絲 我們就扭緊一點 可以看到它可以三百十度旋轉 但是有些情況 可能你後面是有一個Partition 或者有牆 你不想說那個Moyster 剛觸的時候撞花的牆 其實都很簡單 就把這一口螺絲扭深一點 就可以trigger到這個Rotation Stop的功能 可以升降的環節就這樣裝上來 同樣都是把螺絲扭緊它 這一節是360度動的 接著就把這個Pivot 裝到Visa Mount就可以了 但是因為Samsung G9 那個弧度很厲害 令到重心非常之向前傾 所以就要另外配置一個 大力一點的Pivot 那個Tilting的力度會比較厲害 去切合Samsung G9 外形上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訂購的時候就要留意我的部分號碼 然後就安裝這個Visa Mount的掌握 其實它會跟上一些普通的M4螺絲 通常買螺絲都可以用它原先的M4 或者M5 M6 而ERGOTRON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跟著手領的螺絲 到時候我們去裝 即基本上我裝模擬的時候 我都用很小的工具就可以 當然了 日後去掉這個模擬的時候也很方便 現在就把螺絲扣上來 這個Quick Release Bracket 因為這個Tension還未調 掛螺絲上來的時候 它會有些下墜的正常 對方的孔扣下來 如果我輕輕放手 它會有些下墜的正常 我們現在把螺絲扣上這個Quick Release Bracket 就可以了 都是一個好方法 所以ERGOTRON夾著ERCOPO 一些電動升降台 人體工學 其實大大方便了大家 做事的時候的姿勢 或者效率 最後做Tensions的調教就可以了 調整Counter Balance的力度 因為這個HX拐貫身 都有一個力度去反地心吸力 所以我們拿起螺絲 相對都很容易 甚至提供的Samsung G9 都差不多13kg 其實我都很輕鬆可以做到 扭幾個圈 慢慢再調教 看看Counter Balance的力度足不足夠 大概扭了五六個圈 其實都已經很容易 去Position Monitor了 已經是 現在就做Cable Management 就是Cable Management Cable Management 3個好處是可以提供靈活性給大家 有些用家就坐在這裡工作 有些用家喜歡休息一下 又或者不同的工作模式 喜歡玩遊戲的時候可以躲起來和放鬆一下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這個 把螢幕推走 可以充滿桌面 可以做些什麼呢 就是休息一下 好 這麼大螢幕的底部會有這麼大 今天幫大家節省了很多空間 其實一個螢幕可以取代這麼大的腳 應該是不可以充滿桌面的 我現在很想看